高達35間餐廳呢 有兩人五折的優惠 市區停車選擇 一次的機場接受 相當於你的年費24000 扣掉 1.8萬 6000塊錢就可以使用這張卡 嗨我是寶可貓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這張金屬卡 就是泳傳世界卡 這個泳傳世界卡呢 它是有風一行推出來的 最新的最頂級的金屬卡 它的卡面呢 你看到有兩種不同的材質 一個是法絲紋的 那另外一種呢 是有點類似像金色 所以你在陽光下 你在這個美光燈下面呢 其實金光閃閃真的還蠻好看的 那它的背面的話呢 你看 對 這就是樣卡 那也是蠻簡單的一個設計 所以呢 有機會入手這張卡片的話呢 它的確是一個蠻好看的一個 這個金屬卡 既然它是有風最頂級的信用卡 它有沒有什麼優惠呢 我來跟大家做個簡單的說明 第一個 我認為它是吃飯神卡 以前呢 我認為吃飯神卡就是大白 然後還有古代書法世界卡 現在呢 這張卡片已經迎頭趕上了 因為它有高達35間餐廳呢 有兩人五折的優惠 舉方我最喜歡去吃的 比如說軍閃裡面的 ZIGA Saga 凱費屋 然後還有漂亮廣社海間餐廳 還有茶院 這些都有算在裡面 再來呢 美孚大飯店裡面 也有很多餐廳有兩人五折哦 比如說 朝月芳 然後還有彩繪這座餐 甚至還有秦山日本料理 還有GMP義大利餐廳 還有米香台菜餐廳 也是在兩人五折的餐廳裡面 第二個亮點呢 它是2024年最棒的市區停車神 本月刷一萬塊錢 四月大概有30天 可以停車30次 在指定的連鎖停車場呢 有4個小時免費停車 像中興多租房跟臺灣聯通都是 第三個亮點呢 就是它的住宿領域其實還不錯 你可以看這邊的這個DM 它裡面有寫到 像是這個宜蘭的傅森禮山呢 聽心客房一個晚上呢 就只要3000塊錢 或者是另外一個還不錯的 就是台南的菁英酒店呢 它的海東客房一搏一時 3000三起跳 那另外呢 還有這個所謂的海外的頂級住宿 這個他們也是有提供的 這次呢 是跟這個WOTA Lifestyle來做合作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預定這種頂級住宿 像阿曼 然後或者是四季酒店 那甚至像IHG 或者是凱月集團 或者是謝爾頓集團等等的 你只要打電話給這個WOTA Lifestyle 那麼呢 透過他們的平台來預定房型 也可以想有什麼 就是提早入住 或者是四點延退 那甚至還有100塊美金左右的使用額度 那還有就是房型升等 這些還有免費WiFi可以使用 其實都算是蠻不錯的一個服務 但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他們所提供的服務不見得是最便宜的 所以你還是要多方比價 比如說你有大白的話呢 你也可以請大白的秘書幫你報價 那你跟WOTA的報價一起來比一比 說不定有一個比較便宜 那你就使用那個優惠就可以了 第四個亮點就是機場接送跟機場貴賓室 有最高12次的領域 如果你本身是泳船的會員 就是往來資產達3000萬的話呢 你可以享有12次的機場接送 如果不是的話呢 大概有最高有8次的機場接送 那機場貴賓室的話呢 就是一年有提供最多12次 比較特別的是在台灣的環亞呢 你只要持有泳船世界卡 那麼你就可以邀請身邊的一位貴賓 跟你一起進去 但是他會扣掉這個12次的其中一次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也算是 變通性蠻高的一個禮賓服務 還不錯 那他的啟動門檻呢 就是需要在使用之前回推90天 90天內呢 需要有抓全額機票或者是團費 大概15000 那麼你就可以使用機場接送 跟機場貴賓室的服務 他的刷卡權益很簡單 國內1%海外2% 是不是比有風踏步現金回規還要差 但是如果你是泳船會員的話呢 你在海外的消費再加上1.3% 所以等於是海外最高有3.3%無上限 這個就蠻厲害的 那這保費的部分呢 就是1.3%的現金回饋無上限 分期不能夠享有這個優惠 所以只能夠二則一 那如果你是泳船會員的話 再加0.3等於最高是1.6%的保費回饋無上限 這個也是頗具吸引力的 講了這麼多好康 到底怎樣才能夠入手呢 很簡單 你必須要跟泳風往來達3000萬左右的資產呢 你就可以成為這個泳船的會員 成為泳船會員之後呢 你就可以請李專幫你申請了 所以這個門檻是真的蠻高的 一般人的話呢 如果你還沒有存到3000萬 沒有放在泳風3000萬 你是不太可能可以去摸到這張卡片的 這實在是太困難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可以就是 努力的存錢 給自己一個希望 未來就可以用到這張很不錯的卡片 卡片的權益這麼不錯 當然是要年費的 它的年費是24000元 不可以減免 這張卡片現在有一個銀行禮 只要你在6月30日以前合卡的話呢 只要在60天內刷滿8萬塊錢 你就可以拿到1.8萬元的這個百貨零券 相當於你的年費24000元扣掉1.8萬 等於是6000塊錢就可以使用這張卡片 基本上你只要去吃一次兩人五折 或者是去住一次住宿 這個3000塊的住宿 你就回本了 所以這張卡片呢 絕對是一張正收益的卡片 結論我們來說一下這張卡片呢 這張卡片其實算是2024年裡面 少數頂級卡的權益呢 就是加碼再加碼的 很少有這樣子權益這麼好的 但是呢它的申請門檻也非常的高 你必須要放3000萬在永豐銀行 才能夠接受邀請 不然的話你是不可能拿到的 所以這也讓我就是有一個 很大的這個強大的這個心願 希望自己呢 未來能夠存到這麼多錢 成為貴賓理財客戶 然後來申請下這張基礎卡 我個人認為絕對是值得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希望你會喜歡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